婆婆天天来我房间蹭空调,听到儿子的一句话,我把婆婆猛推到地上。 大多数人都认为婚后婆媳是最难相处的,其实这话说得很在理,接下来这篇文章说的就是婆婆和媳妇之间的事情。 故事中的女人名叫小雪,男人叫陈陈,当小雪和陈陈结婚的时候,他们两个人婚后感情过得很好,不到一年他们两个人就拥有了自己的孩子。 这孩子长得非常可爱,由于他们两个每天都要努力上班,孩子就要让他们婆婆给他们带。 孩子婆婆和公公都是老实为人善良,所以一家人相组的也非常融洽,渐渐的天气越来越热,我的婆婆又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。 他们屋里也有空调,但是他们觉得开空调太浪费电了,舍不得花钱,于是他们就用屋子里面老色的电风扇在那里吹, 因为我儿子本身体质就不太好,天气越来越热,我又害怕小孩子身上会得私疹,于是我每天在下班的时候,都会把孩子抱到我们房间里面去睡觉。 我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,就是立刻把屋子里面的空调打开,然后把孩子抱到我们卧室里面去睡。 毕竟我和老公都睡在床上,我们睡觉也很不老实,就在地下给孩子铺了一张小床,让他自己在上面睡觉。 但是我的婆婆她觉得我们房子里面开了空调非常凉快,她就跑到我们房间来睡觉。 她和我说,孙子离不开她,必须要让她哄,小孩子才能够睡觉。 刚开始我也并没有反对,就同意了,婆婆在我们房间里面睡觉, 但是后来婆婆总是会在我们打开空调没有五分钟的样子,就到我们房间来睡觉。 她穿得非常暴露,就穿一个三角裤来到我们房间。 我会觉得这样非常不好意思,于是我就和老公私底下抱怨了一下,让她跟婆婆说一下, 以后你可以说穿着睡衣来到我们房间,毕竟这样也对她的形象不太好。 可是我的老公却和我说,都是自家人,有什么呢? 我一听老公这话就非常来气,紧接着这件事情就这么自然而然的过去了。 但是事后发生的事情,更让我觉得非常气愤。 我的婆婆她又一次来到我们房间里面睡觉,她觉得小孩的床非常小, 她每天晚上睡觉都会腰伤背痛,就想到我们床上来睡觉。 我当然不同意,可是老公却说没事妈,你上来吧。 当我婆婆来到床上睡觉的时候,我就非常气愤, 于是我气松通的就跑出门外,让她和她儿子自己安心睡去吧。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,我又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房间睡觉, 我的婆婆却比我早到几分钟,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 她还是穿得很暴露,我之前对她说的话根本就没有听进去。 这时我的儿子却过来指责她奶奶说,你的两个兜兜又露出来了。 我一听儿子这样说我非常气愤,直接影响到我儿子的心理。 我就气松通的和婆婆说,如果你再不穿衣服, 你就立刻离开我的房间,今后都不要再来我这里睡觉了。 我老公一听我这样说,就气得要打我,我就气松通的跑回娘家了。 回到家之后我就和父母说了这个事情,并且我的父母也是站在我的角度, 我只认为这件事情我做了一点都没有错,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,你会怎么做?